我們想問一下有關王必勝 他之前算說台中市府公佈太快了 但台中市府其實驗了很多次 之後他又說怎麼只剩下這些檢體 然後到頭來都是他在講話 然後現在大家就質疑說 那你是不是想要往上爬 所以才這樣子炮火對準台中市 沒有錯 因為王必勝他之前說台中市政府質疑他為什麼要這麼快公佈 那後來台中市政府其實說他們其實非常謹慎的 他們是驗了22次 他又說怎麼會驗那麼久啊 所以請問一下王必勝 到底台中市政府是太快了還是太慢了 還是一張嘴皮你自己隨便說 那現在大家傳出說王必勝這樣賣力演出來打台中市 事實上這是所謂的烈驗計劃 就是針對盧秀燕而來 那麼是不是為了自己的關路 是為了自己的升官 但是我要奉勸王必勝不要以為要這樣信口胡說 然後隨便的去批評台中市政府就以為會升官 因為事實上在網路調查 已經高達92%的網友都認為王必勝應該下台以示負責 所以王必勝不要再想 就是想自己能夠升官 然後只要去攻擊台中市政府 他就會關路橫洞了 那我這邊也同步問葉遠之委員 就是這個王必勝的議題啊 有人認為說他這樣一下又太快一下又太慢 他的規定是不是比他的褲頭還要鬆 我覺得王必勝就是把這個事情把它變成政治操作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食安問題 台中市政府就是年前嘛 就是做一個例行性的檢查 所以查出這個豬肉有沒有瘦肉精 其實那就是食安問題 那作為食安的最高的單位就是衛福部 應該就是站在食安地方去把關 可是他把它升高到政治層次 就故意去攻擊盧秀燕 還說盧秀燕是什麼 什麼有野心什麼自在大衛什麼領導人什麼 不會危機處理就是把它變成政治鬥爭 所以昨天很多人會要王必勝下台 那我看民進黨很生氣說為什麼要下台 可是你看我們就不會要薛瑞委員下台 為什麼叫王必勝下台 就是他已經不失職失能失格了 他不適合做食安的單位 他只會搞政治 他已經劍指2028 他變成賴清德要連任發言人 求官位給予表現 所以讓這種人在這個食安的部門 是非常不恰當 我覺得為全國人民的健康感要擔憂 所以王必勝一定要離開 因為他已經不適合這個位置 大家才會一直叫他下來 像薛瑞緣他沒有亂講話 沒有搞政治鬥爭 大家不會說無緣無故叫他下台 我覺得叫王必勝下台就是這個道理 然後昨天他出國我根本覺得很扯 因為你看他之前一直站在第一線一直發言 然後認為說這個事情就是他負責一樣 搞到好像他是這個主事者 結果當食藥署的資料要公布 他不在國內 那請問你前幾天你在講什麼 所以出來噴口水的時候你站第一線 然後需要負責的時候你躲起來 不管你是不是事先安排 你就知道說昨天那個數據要公布 你就應該留下來啊 你怎麼可以就跑掉了呢 所以這樣的官員 就是個痞子內閣啦 我覺得如果他還繼續留著的話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讓大家對於這種衛福部的這種 微信專業真的大打折扣 一定要離開 那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唐鳳 推出了這樣的綠色春聯 那還要教大家去哪裡下載 不過就被網友刪說不務正業 還有網友認為很像在首效用的 那個唐鳳齁 唐鳳其實他就是一直以說不按牌理出牌 就是打破傳統 當作他滑動取寵的一種做法 所以你看他所有事情都是跟一般人搶不一樣 譬如說術發部 大家想的應該是要管資安啊 應該要防詐騙啊 應該就是要推動數位的發展 結果他把術發部搞得出國部 就是一天到晚都出國 然後之前在宣傳那個數位三倍券的時候 他應該術發部的工作應該是弄一個好的系統啊 讓在很有節省成本之下 讓大家很快可以領這些數位券 結果他拍個影片 那個影片我當初也有酷手他 在網路上也是蠻受歡迎的 所以唐鳳推這種綠色春聯啊 或是我不意外啦 我不意外啦 之後可能端午節的時候 他會鼓勵大家吃月餅 然後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可能聖誕老公公他會說 應該要聖誕小妹妹 這個都不意外 他可能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他習慣就好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